繼續震驚 震驚活動 因為我覺得它令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投入 但其實我的投入是 它一直都說的 所有東西都是一種表現 甚至有人裏面說的那種感情 那種買出來的東西都是一種表現 但我投入裡面那個角色的時候 同時但我要相信它 但我相信它的時候 其實所有人都是這個表現 然後我好奇 我找回士高西鮮 它之前有關於美國電影的紀錄的時候 它其中有一個部分都提到它的時候 我看回它其中一個說法的時候 我記得它好像不是因為要彈這個導演 我沒有說 但它有一句說話 它是在說這部電影中 其中有一件事 不是導演說的 但它的形容就是 攝影機是它的畫筆 它的攝影機運動很豐富 是它的畫筆 這部電影關於的 它其實就是包括它的導演 都不能夠通出荷里活 這個制度裡面最強的地方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表現的 然後我記得它看回大概 你的電影去荷里活裡面 它興起的時候 它其中提到一件事就是 如果對比起它見到一個嚴神 如果是紀錄片 過去的紀錄片 即是變形發展的初期 去紀錄一些生活 紀錄一些日常小事 這些變形的影響 對我們來說 其實講故事更加重要 更加吸引 然後它提到一件事就是 講故事包括什麼呢 包括業餘 所有的東西 包括導演 都是一個講故事的表現 我看一些故事的時候 我想第一 這件事是一個很強烈的地方 就是 為何它會在裡面 當作一個這麼的人 而說這個人 它很難定義 如果 我記得我在網上 Horris 他們有提過 可以跟 Yves做一個比較的話 我覺得是比較不了 雖然他們可以用的 但我覺得 Horris 其實它有 我的印象當中 因為我只是看過一次 因為我英文太差 我開始看英文 英文版 我覺得Horris 其實它有個 其實有些動 即是有某程度上 它裡面的人的行為 是有批評的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態度在裡面的 起碼它會說到 後戲之手 那個女生有些手段是不合的 但我覺得這部戲 它有趣的地方 就是 它令我想到很多的地方 就是 我們很難去說 這個人 是對的 是不對的 如果它是不擇手段 我會覺得它 有些 因為我英文不好 我覺得它海頭很居野 它說 人家批評它 是一個卑鄙的人 它說它不是一個卑鄙的人 但是它是卑鄙的人 但是它是卑鄙的人 英文其實是否一個 這樣的人 但在我看的時候 我的確覺得 就是 譬如它的確成就了那幾個人 它的確是要在那個 運作裡面 它要找一個 它認為可以導演 即是百萬大作的導演 回來 去成就這個劇本 你是不行的 是它傾錢回來的 甚至乎我看到 它在海波下面寫著 Money Talk 然後我還記得它 Money Talk之後 當它出來 要聊更多的東西的時候 就和那個 它背叛了的導演 後面海波就換了另外兩張 一張就寫著 Moyster 一張就是 SELL你的野食 SELL你的Wild 我不知道整個感覺 就是 它的運作手段在裡面 其實某程度上 它不是一個華人 它是狂熱地 就是它令我覺得 它是狂熱地 我覺得我 就是要製作電影 而這件事 我也覺得 就好像它裡面 貓人的那部電影 我看了豪狼 我看了它裡面 然後它看到貓人 就是Camp People 然後接著 我記得這部電影 但我還沒看過 我查回施高西斯的時候 我記得我看整個 美國電影的法律 我一個段是 很深刻的 因為我記得 施高西斯 過分的一段片 寫出來的時候 跟它現在裡面 說的一件事 突然間令我呼應 其實它在說 黑暗對人的 對一個 力量的衍生 當然我覺得它在說的黑暗 可能是電影本身 想像本身 但是我覺得它裡面 現在它在說的 人性裡面 它裡面有很多 達塞 就是我們認為 你說的一種 達塞 但是在電影裡面 似乎它所有的東西 都是一種想像 都是一種創作裡面 很重要的元素 即是等於它要捉住 女主角 說你以為你可以幫我定位一個 華人是甚麼人 即是你以為可以 用這樣的方法 就可以說有一個人 是屬於甚麼角色 他是好人 又是華人 你是真的了解我嗎 或者 你以為我真的利用你嗎 即是那一度 在電影裡面 因為它沒有很強烈去說 去說釐清這件事 就反而令到我對它的關係 想多了很多 即是究竟它拍完戲之後 不想去慶祝 是因為仿如它說的 就是為了追一個女生 拍完戲就好像高潮過了 而且它作為它一個 即是 我會和你結婚的 你是我手上 你是我素組出來的明星 明星應該對 即是我和你之間 就是一個製造者 和被製造者之間的關係 性是留給別人的 即是我在這個人裡面 看到我 即是我未試過 覺得有一個角色 是夠複雜的